接下来我们看分组组合 一般组合的定义 其实同学可以参考我们讲义上面的整理 分组组合这个概念 有必要再多澄清一下 所以除了参考课本的这个例子之外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把这个例子 再重新说明一次 分组组合大致上 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两种变化 一种叫做有特定组别 一种叫做没有特定组别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今天有甲乙丙丁这四个人 我要分成A组跟B组 这个叫做有特定组别 我那个组别的名称呢 它是有限制的 比如说我们去打网球比赛 那网球比赛呢 它有所谓的上签跟下签 比如说它有上半部的签跟下半部的签 这个有上签有下签 它其实就是什么 有特定的组别 那没有特定的组别 就是说我纯粹把这四个人呢 分成两组 我这些组别呢 我并没有编号 或者说他没有名称 这个叫做没有特定组别 那这两种方式呢 它分出来的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举这个例子来看看 好比如说 甲乙丙丁这四个人 我要把它分成 这是有特定的组别 我要把它分成AB两组 第一个情况 那么A呢 我要分三个人 B呢 我要分一个人 如果这样分的话 那它的分法会有几种 当然我可以利用穷举的方式 因为我举这个四个人 就是为了搭配我们这个公式的处理 要不然的话 其实我可以用列举的方式 把它一个一个列出来 但是如果它人数多一点的话 你要列举 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用这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呢 来说明这个符号的操作 好假设我A要分三个人 B组要分一个人 那我就直接分啊 就是C4取3 四个人里面选三个 就在A组 然后呢 乘上C1取1 注意哦 不可以对调顺序 为什么 因为A就是三个人啊 你不能说B三个人 因为题目的限制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 不用再去乘上二阶层 这个是我们分组组合里面 要特别注意的 组合呢 它就是不考虑什么 不考虑我们的先后顺序 只考虑里面的组成分子 OK 好 C4取3乘以C1取1 所以它应该就是四种 好 这个是D种分造 那如果今天呢 我要把它分成A组两个 B组呢 也是两个 好 那这样怎么分 因为它有特定组别嘛 C4取2 乘上C2取2 好 就直接这样分就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组别 我们在前面考虑比如说 刚刚那个搭飞机的那个 就是搭交通工具的那个题目 本来分组组合 我们不是要处理二阶层吗 比如说311 我们在分的时候要把它处理二阶层 那个是因为它没有特定组别 可是这个地方它是有特定组别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甲乙在A组 丙丁在B组 跟我们丙丁在A组 甲乙在B组 这个应该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感觉上它是有 对调顺序的 它是有对调 因为它有特定组别嘛 所以这个有特定组别的问题呢 我们就直接分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六种 432除以2 这个是六种 这个是有特定组别的 我们就直接分组 直接分组 那第二种情况 如果它是没有特定组别 比如说我现在要把它分成三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 分成这两组 但是这两组呢 我并没有组别 不过同学你看一下这个 这个状况 三个人一组 一个人一组 其实就算我对调 它还是什么 它还是三个人一组 一个人一组嘛 所以其实根本也没有所谓 对调顺序的问题 因此呢 好这个一样 西四取三 西一取一 这个还是四种 OK 好 但是这个就要特别注意了 如果我要把它分成两个人一组 两个人一组 也就是说平分 我如果要平分的话 好 我们如果说按照上面这种解法 我说西四取二 乘上西二取二 照理讲 这个算一算 它应该有六种方法 可是这个答案对不对 应该是不对的 我们试看看喔 因为我没有特别组别 然后甲乙丙丁 这四个人要分成两个两个 那我可以怎么分 甲乙丙丁 甲丁 乙丁 甲丁 乙丁 乙丙丁 我如果这里变成乙丁 甲丁 这一种情况跟这一种情况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我没有特定组别嘛 乙丙在一组 甲丁在一组 跟这个甲丁在一组 乙丁在一组 其实是一样的啊 同样的 我如果今天是乙丁 甲丁 这个也重复算了 因为这边处理过了 然后呢 丁丁 甲乙 这个跟这边又一样了 换句话说 这里三种呢 重复算了 那重复算应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讲说 分组组合理念 如果它是没有特定组别的 然后呢 它分组的过程当中 每一组的个数又一样 当然 如果它分组多一点 可能有些组别不一样 有些组别的个数是一样的 那这个我们再来区分 如果以这个题目来看的话 我应该是 乙丁乙丁 乙丁乙丁乙丁 注意 要把它的顺序 除回来 这个地方要除以二阶层分之一 因为我们在分组的过程当中 其实这个相乘 它其实就是一个动作 一个顺序 那我必须要把这个顺序呢 把它除掉 OK 所以这个方法算出来 才会变成三 才会是我们刚刚讨论的 这三种方法 好 这个是分组组合里面 同学要特别注意的 有特定组别 跟没有特定组别的分别 OK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分组组合的应用 这应该是一个素养题 它说台北羽球公开赛 比如说单打的比赛里面 淘汰到最后剩下八强 然后这八强要抽签分组 他的比赛情况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他说这个分组的情况 总共有几种 好 我们先来看看这样的一个签表 因为总共有八个人 那这个签表 一开始我们在分的时候 感觉上你看这四组 这四个人 跟这四个人 这四个人的比赛 跟这四个人的比赛 应该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这八个人应该要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上要把它分成两组 然后一组是四个人 比如说 可能他有所谓的种子在里面 也不一定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区分开来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 把这八个人分成两组 然后每一组四个人 可是呢 他有没有特定组别 这个题目他并没有讲 他并没有讲说 那个叫第一组 这个叫第二组 他并没有这样讲 所以呢 好 一开始 C8取4 乘上C4取4 我先把这八个人呢 分成两组 每一组呢 四个人 那因为他没有特定组别 然后这两组的个数又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要除以二阶层 要把他的方法除掉 好 分好之后呢 注意哦 这是一开始的动作 分好之后呢 好 左边这一组呢 他们就个别比赛了 但是呢 他还是要再分组 对不对 因为 比如说 这四个人还要分成两组 两个两个 然后 然后 这四个人还要分成两组 两个两个 然后再下去比赛 因此呢 我们左边那一组呢 他的分组状况 我还要再分一次 C4取2 乘以C2取2 这个是左边的分组 然后再乘上呢 右边的分组呢 C4取2 乘上C2取2 除以二阶层 好 这样分好之后呢 他们就各自去比赛了 那因为单淘汰赛嘛 不管谁输谁赢 比赛最后的结果就是 最后这两组的获胜 然后再下去比所谓的冠军 OK 所以他的方法呢 应该就是这么多 注意哦 他是没有特定组别的分法 好 那我们把这个答案算出来呢 题目给的应该就是315 好 同学可以验算一下 OK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综合的范例 他说有九件不同的物品 要分给甲乙丙三个人 那同学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分给甲乙丙这三个人呢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他是甲主乙主丙主 所以这个题目呢 应该就是有特定组别的一个应用 OK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一小题 他说 如果甲得两件 乙得三件 丙得四件 那这个方法呢 总共有几种 好 因为他有特定组别嘛 甲得二 那我就从这九件里面 选两件给甲 剩下的七件呢 再选三件给乙 最后呢 四件通通给丙 好 这个是我们有特定组别的一个分法 因为他说甲得二 乙得三 丙得四 OK 那第二个 如果甲乙丙各得三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他是甲得三 乙也得三 丙也得三 有特定组别 所以 C9取三 乘上C6取三 乘上C3取三 好 这个是 有特定组别 虽然他每一组的个数一样 不过因为他是有特定组别 好 第三小题呢 他应该就稍微电话了一下 他说 其中有两个人得四件 另外一个人得一件 这个题目他因为没有指定谁要得四件 因此这个题目他其实就是一个 没有特定组别的问题 好 那没有特定组别的话 我就先把物品呢 分成四件 四件 一件 物体先这样分 我把它分成四四一 所以 这个考虑方式 就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跟我们前面在考虑那个交通问题 其实是有点像的 OK 好 九件物品分成四四一 怎么分呢 C9取四 乘上C5取四 乘上C1取一 因为没有特定组别 然后这两组的个数一样 所以我这个地方除以二阶层 这个是分组的方法 可是呢 人 毕竟有三个人 所以 这三堆东西 我要把它分给三个人 所以要乘上多少 三阶层 这个是分组的方法 或者我们讲说 把物品分堆的方法 分堆 然后分给人 那分给人的话是乘以三阶层 好 那同时也可以验算一下这个答案 对不对 OK